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继续讲话 怎么样 想起来了吧 爱陌生了 就美国那个哲学家跟索罗同时爱陌生 Ruff Weldo Emerson 所以你们这个 我老人家有时候这些识学都渐渐远离 都有点忘掉 你们要帮助我一下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也有点关系 因为他美国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一派人 他们很尊重很注重东方哲学 那所以也取乏于我们东方哲学 那于今现在由于911以后 然后让美国人的那个自大等于都打垮了 然后开始反思 所以很多人就回到东方来 然后很多人就要寻求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呢 就说你看看西方最大的强国 然后跟那个回教就打得一塌糊涂 可是这两世界上有三个宗教 最大宗教 佛教 耶教 回教 结果耶教跟回教打得你死我活 可是他们就觉得奇怪 我们这佛教怎么都不会自己打自己 也不会跟别人打呢 奇怪 所以他们要寻求这个答案 所以他们 而且他们也厌弃 他们现在非常厌弃战争 因为老美这个打一个小国家 他就打死那么多人也没有结果 所以心里面很灰心 尤其经济又不好 那打两个战争 现在同时打两个战争 每一天都花几亿的美金 所以很受不了 那经济已经都 都已经都崩盘了 对不对 不是都快崩盘 是已经崩盘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 我们频道是常常就很多老美都打电话来 要来学佛法 原因就是这样子 他们对他们的那个基督教 已经起了很大的那种质疑 这样子的宗教还有什么价值呢 因为一直都让大家只是在那边打仗 然后受苦 为了为了宗教的理由而打仗 对 那所以那这种对东方的这个思维哲学 那理念能够请敬仰的 这个Emerson 还有那个刚刚讲的那几个德国的哲学家 是先驱 尤其是苏本华 他吸收了很多东方的道理在里面 那现在讲 刚刚讲那个 我们继续讲 讲到说出离欲戒 对不对 我现在跟你们讲 这个都是很扑露的 很 我以前都不讲了 现在都跟你们讲 因为就是准备你们将来有朝一日 真正可以好好实修的时候 你都知道 不会到时候很苦 我是这样苦过来的 我在开始闭关的时候 那一切都很好 可是发生了一个问题 很大的问题 就是性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年纪轻轻的 三十几岁啊 年轻立断的 我身体又很好 那虽然这个已经还没有闭关之前 就已经刑犯横差不多有两年了 可是平常因为没有闭关之前 就有在外面要去上课啊 读书啊打工啊写论文啊 所以精力耗掉很多嘛 那闭关以后 就整个就是整个生活圈就在那个房间里面 好 怎么办 于是呢 就发生一件事情了 是不会想 但是晚上做梦就梦到有那个性交的事情 然后不是说看到人家性交 而是就是有女性 然后就现前 然后自己跟她做那件事情 而且就直言了 射经了 那么这以佛法来讲 就是是很令人很令人这个难过的事情 然后如果以到家来讲的话 那就完了 那就就就破功了 因为他们要保保金雇员嘛 乃至于有一派修的精气神 道家是修精气神 那有修气脉名典的 那也是一样 那就完了 那我不是讲说我闭关的前期 就是有那个下居士 他引导我嘛 可是我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 他还不见了 那怎么办 后来 那这个问题我碰到他在美国 那我打电话跟他讲 然后他就问我说 那个你碰到这种情形几次 我说大概三四次 他说那那个女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说不是 然后反正他也没有给我什么解决的方法就是了 所以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去奋斗 那我就想到那个张成基啊 张成基知道吗 张成基是跟那个沈家珍是很要好的朋友 那他是学喇嘛教的 他曾经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他就到那个西藏跟西康那里去学 学藏命 学了 而且甚至于会藏文 然后 但是他并没有读说高等教育 然后就后来移民到美国 然后 因为后来我碰到他太太 他太太倒是 好像是北平师范毕业的 当老师的 他太太护持他 然后 他在美国因为要某一个生计 又没有能力 所以 他就很努力的写一些书 然后就主要是翻译 翻译藏文的东西 翻成英文 而他的英文不好 因为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那他太太帮他改 改了英文稿子了 然后就拿给那个宾州大学 拿给宾州大学 宾州大学去看了 就觉得很好 就帮他出版 然后后来就让他在那边有一个教职 这样子 那他翻译的就是 最早期翻就是密勒日巴传 接着就翻密勒日巴歌集 然后接着又翻了好几一系列的这种 这个 这个 藏密白教的东西 那个 钢锅巴 那等等那些东西 那 但因为他走的路线 他就是 就是藏密的 那他在那个佛学经权里面 自己写的 写说他 他曾经闭关 闭关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性欲的问题 那也是碰到这种问题 他 他不只是说是会夜梦 而是说 他常常 呃 梦中就 梦 梦一啊 梦泻 啊 那不一定要梦到女人 但是就会梦泻 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比梦到女人还要更糟糕 是不是 这就变成是一种生理病了 不只是心理的 所以 那 所以他怎么解决呢 那又在闭关中 怎么办 那他闭关 因为那个喇嘛教来讲 他们是有 有上司当他的指导 可是他上司对他也没有 能够讲出来怎么样做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自己摸 那他就写他的经过就说 他首先 呃 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样子一直卸下去的话 可能就完了 啊 于是哦 他就自己自出心裁 就拿一条绳子 把老二给绑起来 后来 这是 这是确确实实 你去看佛学金钱 它上面写的 他说 可是后来发现 绑了是有用 可是绑得太紧 睡不着 那如果绑太松 又没有用 所以后来 呃 后来就只好放弃这一个 然后接着他怎么解决 我就不知道了 好像就没有在写怎么解决了 对不对 那 那是我在闭关之前看的书 我有这个 我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后来想 你既然实验无效 那我是不可能跟你一样做嘛 对不对 所以我怎么做你知道吗 你们何打 我第一个 忏悔 而我这个忏悔 不是 不是拜佛什么 我就心里面忏悔 说 就觉得就 自己觉得很 很难过 然后说 忏悔我无始以来 因为贪爱色欲啊 所以赶在今生修行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大难 然后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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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这一念之间啊 一生念 这个取忏悔心一 一生起以后 第二天就没问题了 放手 然后 还有配合实际的问题 配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在闭关中没有什么活动 所以 我后来是学了太极拳 那是我在关中学的 那这个 所以你要闭关必须要有一套运动的方法 而且要能够能够消耗体能的 郁家术没用 郁家术是辣经而已 没用 要消耗体能的 那你说拜佛 拜佛可以啦 可是 可是恐怕要拜很多很多很多 而且也不是很 他那个运动的形式也不是很均衡 那所以最好是打拳 然后打拳再加上一些软身运动 然后柔软超 然后仰卧起坐 那如果年轻的话 再加上伏地挺身 这样子配合 每天都做 那你就精力就不会过剩 第一点 第二点 不能吃荤 也不能吃蛋 你吃荤吃蛋 蛋白质太多 你精子当然就多了 那你就 你永远没办法排解 然后 还有就是说 我一想到这个忏悔 然后以后如果 碰到一碰到这个问题 一醒来之后 发现湿湿了 就马上忏悔 不需要起床 就马上当下就忏悔 这样子 就自然就越来越少 到后来就没问题了 所以就是 这忏悔法门 真的是最重要的 而这个忏悔 不是忏给别人家看的 你知道吗 不是说 我拜前佛 拜几万 拜几十万拜 有啦 那有效 有用啊 但是真正的 就是你内心自己 真正的觉得 sorry 这样子 为了自己 觉得忏愧 这样子 觉得忏愧而忏悔 这样子 那这样就很有效 那如果觉得忏愧以后 再配合拜佛 当然就更好了 那如果没有觉得忏愧 只是拜佛 效果不大 很少 忏愧而且要改过 知道吗 那所以你不要说 我闭关的时候 那我就 我就忏愧忏悔 然后就把这个度过了 那出了关以后 我就去逍遥自在了 对 那个不行了 对 你这个骗得佛 骗得了自己的 骗不了佛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 内幕的讯息 那现在我跟你们讲 这个是男生的 男生是这个样子 但是 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现在更加不想知道 这个 在家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 因为男生是会有 这样子的需求 这样子的冲动 这样子的那种欲望 那会 会 会有那样的现象 但是女生怎么样 这个 这个你们 你们自己知道 那你们参考 琢磨 我去去看 你说应该要怎么样对治 男生是这样对治 那女生到底要怎么样 我不晓得 女生如果有 欲望起来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现象 我并不了解 现在 也不敢了解 不想了解 应该这么说 那 这样讲了 那你知道 因为人是欲界中人 会有欲望的 那你要知道 怎么样对治 那如果你知道 我这样讲了以后 你可能可以去 请问一些 这个霓师 出家 出家师父霓师 那他们对于欲望 尤其他如果有 进修的经验的人 他应该知道 那你请教他 这样子 出离欲界 弃绝杂烂 这个不只烂 而且杂 杂乱的事情都要尽量排开 所以我老人家 现在就比较好命一点 因为有三个笨徒弟 所以他们都可以接电话 那我就不用接电话 所以我现在都不接电话 然后 闲杂人等我都不见 所以尽量就可以能够 afford 可以比较杂染一点的 否则有一些三不五十啊 就有一些大居士们 要来要来参学参访 哎呀 实在是 很累 然后 然后讲了一些都是很 很伟大的事情 就讲说 师父我在用功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一听 哇 你用功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不要听这用功 这两个字很简单 这是大禅师才能讲的话 我都不敢讲 所以不要讲说 我用功的时候怎么样 但是用功的时候都是只打坐 然后 这经修禅定就用功 色情不乱就用功 所以 我都不敢讲用功的时候 那 所以这种人我听了 我就很累这样子 虽然没有说 睡着了 但是就很累 你看那个公案里面 人家问那个禅师说 请问禅师 你如何用功 用功 对不对 就指这个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你在禅定中怎么样 用功夫 你那个禅官怎么 怎么做 然后你那个 这个色心怎么做 这叫用功 对 那就是已经 有一个前提 你已经色心不乱了 对吧 你真厉害你在用功的时候 那你一边在台湾做生意 然后常常跑到大陆去 去办设厂的事情 那你在用功的时候 了不起 我这种人我不敢多谈 好 所以 所以现在的人常常就是言大而夸 你知道吧 这种夸大 言大而夸的人 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那个 跟他多那个接触 对他没有什么意思 对他 他就是他 他来供养 供养一下 供养红包 然后这个 然后跟师父谈一谈 然后回去 又可以跟人家讲了 因为他来 他来参访我的时候 然后就举说 我到哪里哪里去 去参访的时候 然后那老和尚怎么说 怎么怎么说怎么说 这样子 等于 就是给我炫保 这样 那 这种 这种这样子 跑来跑去的人 心又不定 那我不用花那个时间 那 那还有 有的就不定期的 就说来就来 然后就要 也要见师父 然后要谈一谈他的心得 什么的 所以我现在就 气绝杂烂 这样子 这也要姻缘了 前几年 我没有几个笨徒弟的时候 我想要 想要这样都不行 我不能一直都不接电话 对不对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就台湾人 那种金欢你知道 他要来不一定要打电话的 他就就跑来了 对不对 那我已经被他抓到了 我能够不跟他讲话吗 对不对 所以那我现在就不用了 我现在就是躲在后面 然后前面三个笨徒弟去跟他们都 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就亲近许多 这样子 很好 接着专注不善 不动明觉 所以你如果杂烂的话 又杂又烂的话 很难专注 所以我这几个笨徒弟 他们就当我的炮灰这样子 不过也等于是他在修福嘛 是不是 真修实证 不过这个炮灰是指的 应该要当的 对不对 如果 如果是我去当炮灰的话怎么办呢 那我死了里面都死了 对不对 对不对 真修实证三昧总词 所以我就跟你讲 真正要修行 你不要有魄力 你知道吗 就有魄力 所以我的个性 就从小就这样子 所以说 比如说我上次不是讲过 是不是这堂课我忘掉了 就是开通宵 就是通宵 然后这个学佛的时候 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说闭关就闭关了 这样子 讲到闭关了 我们中国佛教演变到这样的地步 闭关还有一个仪式 那一个大法师主持 然后送他入关 入关以后 不封条 锁上锁 然后居士们 供养一把金锁 两把金锁 三把金锁 就扣起来了 扣起来了 然后那个师父后来做不了 就从窗窝倒出去 这是常有的字啊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金锁是什么 就是现在把你封起来 等下出关的时候 那些金锁都是你的 都是那个闭关师父的 那是金子啊 Solic Gold 纯金的 QQQ 所以那个就是说 还没有到终点 已经发奖品了 这样子 不过有的人就替金锁而跑 这很有意思 所以闭关哪能这样子 是不是 何谓不动 所谓不动 是不动贪念 不动称念 不动妄想 这叫不动 不是说身体都不动 叫不动 不过话说回来 你打坐的时候 要成就一个 自己要要求自己成就一个 不动得 什么叫不动得啊 你全都做好了 好不容易都平挡完毕 然后全都做好了 然后坐在那里 你就不要动 不要一下子这个 脚动一下 左脚动一下 右脚动一下 然后屁股摇摇这样子 啊 那 就动来动去的 啊 来自于 你自己约定自己时间 你自己说 我要坐一小时 那就坐一小时 你不要中间 找到什么借口就起来了 啊 那如果说两小时就两小时 啊 那如果 你只坐过一小时 从来没有坐过两小时 你就不要 不要跟自己预约说 我要坐两小时 你知道吗 那你就恐怕就做不到 因为坐一小时 跟坐两个小时 是很不一样的啊 所以你最好是渐进 就是一小时 然后 然后增加 十分二十分这样子 啊 乃至于你给自己 松动一点 就是说 我至少坐一小时 那能多做就多做 这样有更好 啊 这样也可以 但是至少要做到一小时 啊 譬如说啦 好 不过 又再说回来了 真的 这个 尼罗有家庭的人 打说不要太用功 啊 接着 何谓 离杂兰 也就是说 是他的心呢 从杂兰中 抽离而不动 叫做离杂兰 啊 所以 所以不是说离 真正离于那个 完完全全离那个环境 否则那就变成 这个二圣的远离型了 啊 因为不可能嘛 你你一定要在一个环境 而这环境不可能都没有杂兰 所以 是自己 你有那个心 要维持自心的清静 不受杂兰 这样 啊 接着 呃 这一个单元已经讲完了 讲下面一个单元 三昧种词的具体做法 预证三昧就必须要发长远心 休息真不动心 啊 这个 因为这个三昧不是一下子可以争到的 啊 要长久的努力 那 什么叫真不动心 也就是说 常自以种种方便 设心不乱 行住坐卧 不动贪嗔妄想等念 常乐坐禅 啊 讲到这常念 常乐坐禅 啊 我有这个经验 啊 有时候 你受了烦恼的时候 然后不知道怎么排解 乃至于你说 想要看电视啊 或做什么事情 要relax一下 也都没办法的时候 你可以试一试打坐 哎 你有时候心烦恼的时候 觉得很烦 一坐 他就好了 你不要想说 我这么烦 这么烦 那坐下去会有用吗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常常是有用的 啊 你 你很烦的时候 然后你坐下去 渐渐射心 他就 烦恼就不见了 啊 所以 你既然 学佛来自于出家 有这个因缘 那 知道怎么样静坐 那就应该好好的利用 这一个 这一个 resource 怎么分 资源 OK 好 久修此行 就令薪水沉浸 沉清 那样子的话 三昧总词 就能够现前正德 得限量制 对 这个就是不动型的总相 顺便再补充一下 我刚讲说 我三个笨徒弟帮我挡 那 我说是当炮灰 其实应该这么说比较好 他们就是在护我的法 对不对 这样子就很庄严了 对不对 所以 以这样的护法因缘 功德无量 将来一定会当菩提 是真的 这个 三十五页 当然 这当然是护持我的法 要不然您看看 我如果 一直都在 这个 跟这些 悬杂人等 周旋 那我时间都浪费了 是不是 然后他们也没有得到 什么好处 你知道吧 好 所以 往下看 又以一正念设一切念 用一个正念来设一切念 然后 服一切邪念 指一切妄念 这个就是神魔他的不动 但是并不是又要修这个 令这个心无念 因为无念不可修 为什么说无念不可修 这讲这个道理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无念是果 对不对 修是因 果已经是果了 你没办法修 是由修因到果 对不对 所以 无念不可修 无念是一个境界 是已经成果的境界 所以要从有念去修 有什么念 有正念 有钻念 然后修道 修道没有杂念 没有闪念 没有乱念的那种境界叫做无念 而不是真正没有念头 你知道吗 没有念头就变成木头了 对不对 所以那无念是一个抽象的讲法 并不是说真正无念 就好像这就是佛法困难的地方 就好像所谓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这样的意思一样 顺便再讲一个 一般的没有说很注意的这种 等于是有点误解 我们所谓说修菩提 修菩提 事实上是菩提不能修的 菩提是果啊 对不对 是正觉 是正等正觉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叫做菩提 所以 所以那个二圣以及那个 这个 批菩萨或是 维士学都讲说 加一个字 修菩提分 就是菩提分就是 要达到菩提的那些法 那如果 这个具体而言就是 三十七道平 三十七道 助菩提分 就是什么叫助菩提分 助帮助你成就菩提的那一些法门 那为什么叫分呢 因为就是好像说 一个p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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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一部分一份 而不是有一个法 可以整个涵盖所有的菩提 那就一下就是那一个法 就让你成就整个菩提 不是 而是他等于是把它分开来这样子 一个portion 一个portion 一个segment 一个segment 这样子 所以你修这一方面的 有这一方面的功德 成就菩提正果的某一方面的功德 这样子 所以叫做菩提分 所以这个分不是分开的意思 而是说把它区分他的这个性向跟功用 这样子 这个法对于菩提所造成的性向的方面的功用 这样子 所以叫菩提分 所以 那个讲修菩提是方便说法 方便说而已 那事实上是修菩提分 所以同样 这个无念也是不能修的 无念已经是果了 你怎么修 无念只能达到而不能修 然后以众生不可能无念 有心必有念 而且诸佛也不住无念 也不断念 那诸佛只是念念正念 念念无邪无然 这无妄无杂 无乱无私 念念存依真实 犹如真经 犹如金刚 具足无量功德 这样就是诸佛如来的 如来葬心 所以如来葬心不是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如果什么都空空的话 什么都没有 那比如说阿达阿达 对不对 但是佛是具足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福德 因为具足无量的福德 里面含藏了很多的东西 含藏很多东西 所以才叫如来葬 那个意思一大宝藏 这个藏就是藏的意思是一样的 宝藏 下面一段 事故修三昧者应先于诸佛 疲离就是戒学 然后三摩地学就定学 以及波诺等就是会学 这三无漏学都要具足 这文会信寿思维 通达了之 得到书圣节 正性坚定 这个得到书圣节 这个你们有没有看经的时候 看到说得圣节 有没有 这个圣节是一个专有名词 这也不能乱用 就好像那个自在啊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不是一个普通名词 所以 你也不要乱讲说我得圣节 为什么 因为圣节是得定 而且深入佛里 已经是差不多悟了 就是悟了的 悟了某一些佛里的境界 叫做圣节 那再更具体一点讲 以阿比达摩来讲 已经有神通了 叫得圣节 所以你看 你随便讲你得圣节 那你犯了罪都不知道 所以悟了得神通 然后深入佛法的生理 叫做圣节 正性坚定 不为一切邪为余望所祸乱 那具足如是的资粮 然后才正式的起正修行 那么讲到正修行 如是资粮这是指这个法上的 那至于这个物质上的 比如说我们再讲小指观里面 不是说要这个 闲居进处对不对 那最好有一栋独立屋 独立的房子 然后很清净 然后 什么东西都有 然后有人能够供应你的 这个或是两餐或是三餐都可以 这样子 那不要说 就这样说啦 所以这个真正正正正正的修行 你要好好修行实在不容易 不是说你就在你自己家里 然后跟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先生 孩子都在一起 然后就在一个公寓里面 然后然后就开始修行了 所以最好是有一棟独立的 旁人打扰不到的 然后还要好好的 设一个佛堂 这个清静庄严 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但是你就必须要 稍微有一点点正事 不能说 不要说 因为你既然要专修了 不要说到特立屋去买两块板子 然后一钉就变成佛案了这样子 那个太粗了一点 是最好稍微说 稍微好看一点 然后什么 这个佛灯啊 那香炉啊 花瓶啊 这些也都要有 那如法供养 如法修行 绝对 绝对不要说 我不着相 你不着相 你就不要找这个闭关相 就不要找这个修定的相 那你就不要修了嘛 对 你就不要修 只要来听我讲讲经就好 好 下面 正修三昧时 可选择以信息相近的法门 譬如说禅啊 静啊 密啊 都可以 那么以正 一个正面到底为主 在这之前呢 你必须要把一般通教的这个佛法的道理都懂了啦 你不要都到处都是一知半解 你到处就会很苦 你就会 有藏来会很苦啊 以其他这个相近的法门为福啊 所以有主有福 然后这一念呢 可以是念佛或是持咒 或是做禅官 或是密宗的观想 净土 净土观等等啊 都可以 那以这样的正念为手段 而修正定 那这样就是以一念法门 总一切法 持于一心 就称为理事俱足三昧总持法门 这样就是这个具体的做法 接着我就劝大家说 修三昧不要退心 行者在修行三昧的时候啊 如果碰到世间法 或是出世间法 有所不顺 挫折或是打扰的时候 乃至于横并 恼乱 或是在法上碰到 种种的困难 障碍的时候 绝对不要起退心 不要退却 在这种时候 有些人就会以 无所得的道理来宽慰自己 这无所得是很好 可是 也是很好一个 一个纾困的一个方式 但是又不能用太多 你知道吗 就好像你身体是热燥的时候 那你吃一些良性的 就比较不会火气大 对不对 可是吃太多会拉吸 对不对 所以不能吃太多 所以不能一只都是无所得 那一只都无所得到后来你就会变得有点断灭了 那就不想修了 所以这个心愿是很有意思的 你们注意听 何长听 这个是佛法的一个官要 何长 佛法讲 佛讲这个空跟有这两个道理 空是清净法 有是庄严法 那我们 那我现在讲那个 这个 禅定嘛 不是讲子官吗 那子官就是为了要达到三昧 对不对 三昧就是子跟官 两个一直在折冲 而且一只在 一只在选边 你懂吗 你一只要 一只在做微调 你若指太多的时候 要赶快关 关太多要赶快指 然后这样一只微调 一只微调 然后他才渐进的去平稳 那这个跟这个相类似的 这不一定在参作中 而是在你日常生活中 你有时候很精进 然后挫折了 挫折了以后 你就用 你就用那个 这个无所得的道理 然后来 来安慰自己 但是安慰自己 安慰太过的时候 他又用无所得 就不想动了 那个时候又要用 用庄严的法 要往那一方面去 以愿力 庄严 成就 那一方面的东西 然后来自于 利益众生 度众生 这方面有的 这个东西 然后再驱车自己 再精进 然后精进 如果再碰到问题的时候 因为这幅很深 然后要所行的又很大 所以 不是一下可以做到 然后常常会有挫折 那挫折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要疏解压力 自己要疏压 这个疏压怎么疏压 就是用这个波诺法门 无所得啊 空啊 等无所求啊 这些东西来 来疏压 你就说 那我为什么现在要 要闭关或是要修订呢 其实我也是 我本来是无所求的啊 所以就不用那么紧张啊 对不对 然后就会比较疏压一点 就这样子 这样子的 做思念 自己这样思维 这样做思念 自己这样子宽慰自己 也就是说用这个二祖大师 那个自己安自己的心 那说你那个压力 比较疏减了以后 然后再赶快 那如果说有一点点 懈怠下来了 这样会懈怠下来 懈怠下来以后 再用发起自己的 本来的愿力 以自己的本愿 然后再来驱策自己 比如说自立啊 利他啊 等种种的庄严 自庄严 他庄严这种 这种愿力 然后驱策自己 再继续努力 这样子 那这样一直要这样子 这个可以说是 一辈子都要做的事 不是做一次就完了 就好像你修止观 止观止观 不是说一止就到底 一观到底 没有这样子的 然后所以空跟有 也是互相相辅相成 有时要空 有时要有 有时要空 有时要有 然后一直这样子 然后就在这样子 折痛之中 一直往菩提道前进 你不能一直有到底 一有到底 你就会会很狂热 狂热以后 然后心火上升 种种病都出来 你知道吧 那至于就是说 血压高啊等等啊 精神 精神很紧张这样子 对 当然你很精进 努力是很好 可是太紧张也不行了 对 太奔得紧了也不行 好 那 上长 我今天跟你刚刚讲的这个 这是最深的 我心里面的秘密 心里面的秘密 心里面的秘密 都黑给你看 你看红色的嘛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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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 对 今天讲的这个 那这个是 这个是我修行这个短短的二十几年啊 二十几年啊 也是这样子讨练出来 这有没有人教 没有人教的你知道吗 自己讨练出来 然后觉得哦 要这样对付 这样对付自己自心 对付自己的前进 前进啊 就目前所碰到的环境 哦 这么说来 这一部这个 首任言经义冠讲解哦 就非看不可 你不是光是看这本书就行了 接着看看那个 三十六位第三行 以无所得来宽慰自己 进而用逃避当前的困境 用来逃避当前的困境 这样子逃避完了以后 就会觉得如势动腹一样 你会说哎呀 无所得嘛 没有关系 但是就会终止修行 修行就会停止了 废本所修 就荒废了 你本来本就本来啊 本来所修的 那本来所修 这不一定是嘛 但是还是以这个禅作为主 只是法门不同 需要知道 这便是所谓的退心 所以这麻烦就是 你自己退心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自己退心 只是觉得自己懒懒的这样子 懒懒的时候就是退心 就是懈怠 你知道吧 懒懒的时候就是懈怠 懈怠到很懈怠的时候 那就是退心了 懈怠再起也起不来的时候 就是退心了 那就是放弃 向困难投降 那么 所以这也就是懈怠放逸的表证 因此这可以说是 为战先强 还没有打仗就投降了 并非是真的看得开 对你看 到后来就觉得 自己看得开 然后很潇洒这样子 然后也不是一切放下 那么这实在是前进受挫的时候 心中为自己开脱的自卫之词 是合理化的借口 那但是这个可以 这个无所得啊 无所求啊 可以是一个治疗自己的心 太过于这个趋近的时候 的一道药 而且这道药是非常需要 一定需要的 你不能一直很狂热 一直很精进 注意哦 我不是劝你不要精进 事实上你们是 多半都是精进不够 你们都 太自在了 第四 接着看三十六页 第四项 本经修断的次第 这部首任言经 所谈的修断 这个修断就是断货啦 这个次第两大阶段 第一个是在说咒之前 这个说咒是指 这个佛世尊再把这个神咒 讲 念一次 讲一次 那么在那之前呢 是破分别我执 跟分别法执 也就是破妄 破四一法 破六四所设的虚妄 而得民心 了妄达真 这是属于见到位 然后因为到了这见到位 也就得到比量 比量制 第二个就是说咒之后呢 就持咒修定 破巨生我执 巨生法执 破七八二四所设的妄 然后得分分见到本性 就一分一分的 渐渐的见到本性 就属于修道位 那 这个 所以叫做分正 分正法身 得到限量制 接着 我们再继续往下 多讲一些 献发菩提心 因为这跟 这个菩提心 就跟刚刚说 修菩提有关系 事实上这个菩提心 如果以这个 究竟的 尤其是这个真言密教 里面来讲 这个菩提心是不能修的 这菩提心只能发 所以这个菩提心有两种 一种是因为的菩提心 一种是果位的菩提心 什么叫因为的菩提心 这样简单讲你就懂了 因为的菩提心就是菩提种 果位的菩提心 就是已经从种 一直经过发芽 开花 最后结果 那个果位的菩提心 全心都是菩提 这个叫做菩提心 这个黑的圈圈表示众生心 然后你下了一个菩提种 然后这个菩提种一下 有菩提种了 称为发菩提心 这样的 所以发了菩提心 有没有菩提 没有菩提 只有那个种子而已 对 还要灌溉施肥等等 对 然后后来 这菩提就发芽 就菩提芽 然后抽支菩提支菩提 干菩提 菩提花 菩提业 菩提果 然后最后成菩提 这是一个果 菩提果 这全心都是菩提的时候 就叫做菩提心 那么这个根本也没菩提 也称为菩提心 明知为菩提心而已 事实上根本还没有菩提 那真正的菩提心 是已经成就菩提的 叫做菩提心 因为全心都是菩提 这个我跟你讲 光是这个 你就没有地方可以看得到 所以因为的 所谓的 因为的发菩提心 就是出发 事实上应该是说 是想要求菩提的怨心 叫做菩提心 所以是种怨心 是种怨力 但是还没有真正拥有菩提 没有得菩提 没有拥有菩提 只有菩提种子 然后果味呢 就是由于因为的发了菩提心 下了菩提种 然后开始经营 开始耕耘 然后经过52位修正 或是60位修正以后 然后最后全发了 这个菩提全发了 全心都是菩提 叫做菩提心 所以严格而言呢 这个菩提心 所谓的发菩提心 是只是发菩提的怨心 这样 那为什么要 应该要发这个菩提心呢 就依三个决定意 这个也是 我自己勉励自己的 其实这个多半都是 我自己勉励自己的 因为你知道 佛道 圣身 圣难 你常常会退 那你退的时候 你要自己告诉自己 说 我为什么要求菩提 因为你修菩提实在很苦 对不对 种种但常很苦 所以那退的时候 你就马上觉知 然后讲 然后跟自己讲说 我为什么要求菩提 或者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要闭关呢 那我现在跟你讲个老实话 不只说是闭关 比如说以出家来讲 有很多人出家是随夜出家 随夜立而出家 所以他一出家以后 他搞不清楚这种方法 我们也不要讲出家 我们讲受戒好了 因为现在受戒很方便 到处在办传戒 那很多人也还没有皈依过 也没有受五戒 然后一去就三合一 皈依 五戒 菩萨戒 三合一 全都做了 然后回来以后 那时候也搞不清楚状况 说 哇 这菩萨太好了 这是一个心 这是英万的 这个永远都在了 那就回来一看 哇 都不能做 也不能吃荤 应该不能吃荤 也不能煮荤的给我 给我乖书那吃 怎么办 后来上当了 上当了 这样子 很多人就这样子 那没有什么舍戒 就是反正就犯戒了 所以 那时候就会想说 我为什么要去受戒呢 对不对 我本来好好的 为什么要去受戒 都不是那个阿甄阿甲阿甲的 那么 这跟这个有相似的 很多人出了家随夜出家 然后出了家以后 因为是随夜 夜历所趋啊 所以情势比人强 对 所以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哎 忽然有朝一日醒过来 发现 啊 我出家了 然后有时候在想说 我为什么要出家呢 对 我为什么要出家呢 一直想不透 那 同样的 闭关的时候也会这样子 本来好好的 在世间的好好的 生活好好的 上班好好的 然后 然后就搞了半天 就把工作辞掉 然后就闭关 那闭关的也会发现 有时候觉得就很苦恼 就想 我为什么要闭关 我闭关是干什么呢 我要求什么呢 就这样子 就人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给你这三铁药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一个 这个对自己的怀疑啊 目的的怀疑给去掉 你看 我写这个书很实在啊 对不对 这个几乎到处都是我自己的 亲身的心路历程 奋斗历程啊 革命尚未成功 不过是奋斗历程 你跟自己讲 佛法是善 佛法是好的 对不对 这确定吧 没问题吧 佛法是好的 而且是最好的 这是决定的 对不对 第二个 佛是一切诸 一切自人啊 诸佛有一切自 这也是确定的 第三个 只有佛法能够度众生 这是确定的 所以我出家很好 所以我出家了 很有福报 我应该好好把握 好好修行 那所以我现在闭关 修行佛法 也是很有福报 很好 这样子 然后就重新在自我建立 这样子吗 你看 这个我把它称为 任言实用佛法 究竟坚固 因为我们自身真的 有种种的病 那你不知道会生什么病 可是很多病 都不是群医素手 根本没有医生 对不对 根本没有医生 所以我现在 预先给你开了一些药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 医素不发达 然后家里就会挂一个药包 对不对 五分珠啊 头疼混啊 那个 知道吧 不过我虽然这样说 我们家以前太穷了 连那个药包也没有 只有隔壁有 有时候在痛的时候 不得了去跟隔壁接一包 好往下看 以众生 38也 以众生愚妄 愚痴虚妄 自作十二类生 生死流转 为佛有一切次 能够度众生 所以说呢 一切的佛子啊 都应该信心决定 愿心决定 菩提决定 决定菩提 而发无上菩提之心 成佛为神 自度度他 那 我虽然不是很喜欢儒家 但是儒家有时候讲的话 也是还不错 可以 学乎其上 得乎其中 这中庸里面译的话 学乎其上 得乎其中 学乎其中 得乎其下 应该是 应该是 取法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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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学你那个取的榜样啊 是上层的 上等的 那你只能 你所成就 顶多是中间的 那如果学中 学的是中间的 你顶多是得到下面的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学儒家 你学的是孔子 你永远不能够达到孔子的这个level 对不对 你一定是比他比他第一格 永远是这样的 你学老子也是一样 那这个 那你学佛 如果你 你所学的是无上菩提 那么今生 大概很难说就达到无上菩提 不过你 既然取法乎上呢 你至少 会把你人的格调提高 也不会 也不会太庸俗 也不会太差劲 因为你的 你的取法 你的model 是无上菩提 所以要取法乎上 那你如果说 以这个中央的中间的为目标 那一定达不了达不了那个更高的啦 对不对 比如说 你只想读到高中 以高中为目的 那你就不太可能超过高中 或是读大学 那都是要发心的嘛 对不对 其实世间法也是这样子 接着我们下一次讲好了 什么叫做发菩提心之相 大家都在讲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那 那如果你问人家说 尤其是一个已经学了十几二十年了 你问他说你发了菩提心的没有 他一定跟你讲说他发了 对不对 他绝对不会说他没发 对 那么可是你要验证啊 你不要去验证别人你验证你自己 发了菩提心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发菩提心是容易说但是不容易做 就好像智者大师讲说这个直观是容易说不容易做一样 那到底发了菩提心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就发菩提心之相 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 回向 愿消三丈疏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压 吧 呢 不 老 擅 展 呡 Temple